2月份捕捉的蜥蜴影片 獵捕的影片 違反了9月的遺觸指引 什麼意思呢 概念就是說 我9月定出了法律 但是你在2月的時候犯了 所以我現在檢舉你 你2月的行為犯了9月的法 我真的覺得感到很噁心 這5個檢舉 這全部的內容讓我啼笑皆非 哈囉各位我是追報 這段時間比較少去拍攝影片 像上一部影片所講的 我們今天很認真的在做我們的工作 但今天我不得不分享一件事情 讓我真的覺得感到很噁心 也感到非常的無奈 還有就是有一點點那麼的覺得 對動保團體或這一種動保協會的 某些部分的人 感到我覺得沒有必要在尊重這件事情 從去年2月開始捕捉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半 這段時間來呢 我們其實一直在做我們認為對的事情 那這段時間呢我們也常常接受到檢舉 那這一段時間的檢舉 大部分也都可能是協會或是個人 也就是所謂的動物愛護人士 他這樣所謂的去檢舉 認為我們的槍違法 認為我們虐待動物等等 但為什麼我們從之前到現在 我們接到的檢舉 接近數十件 但是我也沒什麼想講 今天為什麼不得不去拍這部影片去解釋 為什麼我到現在對動保團體或這個協會感到噁心的原因 在最近喔 近兩個禮拜內我們收到一個檢舉 這個檢舉是某某動保協會 其實我也知道是哪些人 那這些協會的人呢 在去投訴這把我的行為 檢舉我個人的行為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你檢舉的東西 讓人家非常的覺得沒有理由 沒有依據 好我們來簡單來先了解一下 到底這一把到底為什麼 會因為這一個檢舉 而特別拍了這部影片 去解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好那從螢幕當中你會看到喔 這邊有一個檢舉的一個內容 那某某協會呢 他這檢舉這一把簡單來講就是說呢 在零務局啊 去年9月29號的時候呢 有發了這個所謂的綠裂系移除指引喔 那段時間呢其實在2019年以前 舊政府跟綠裂系的關係 就已經有一直在宣導希望民眾一起去捕裂 直至去年9月多以前 發生了一件事情叫做 有人拿鞭炮去塞了綠裂系的嘴巴 去做一個虐待虐殺的行為 才出現了所謂的移除指引 那這個移除指引呢 也是因為了動保團體的要求 他認為在移除綠裂系呢 不可以沒有規範 所以出現了現在這個移除指引 那終於在9月29號的時候呢 林務局呢發了這個移除指引 結果呢這個動保協會或這個團體呢 他把我2月份開始啊 所有的影片呢 拿去檢舉 檢舉什麼 他說我們呢這一把 從2月份捕捉的蜥蜴影片呢 獵捕的影片呢 違反了9月的移除指引 什麼意思呢 這概念就是說呢 我9月定出了法律 但是你在2月的時候犯了 所以我現在檢舉你 你2月的行為犯了9月的法 所以是一個拿未來的法條啊 去檢舉你之前的行為 我是覺得啦 這個協會的腦袋 可能是有一些問題 你怎麼會拿一個9月29發出的移除指引 去檢舉9月29以前的所有的影片行為 好 那9月的移除指引內容說呢 你捕捉到綠烈西呢 你要馬上立即人道處理 說我並沒有抓到之後馬上人道處理 也就是當場趕快的把人弄死啦 好我們講白領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我違反了9月的移除指引 請問一下我在人道處理的時候呢 我會把人道處理的畫面 PO上來影片讓你們看到嗎 不會吧 我會把蜥蜴在地上抓到綁好之後 把他頭打爆的畫面 秀出來給你看嗎 不會吧 還是你真的希望我這麼做 那我未來我就把每一個 我捕捉到後的影片的移除 立即人道處理的畫面 就PO上來給你看 這樣你就不會檢舉了對吧 所以沒什麼道理嘛 再來他又講到一件事情 說我們呢鼓勵民眾拍照 其實我們並沒有鼓勵民眾拍照 發生事情抓到了綠西之後呢 大部分是民眾物 我們能不能讓他們去拍照 那他們是受害者 這一個是造成他們農作物或現場實體人事物影響的害蟲 所以說他們要拍照 我沒有任何的理由說不行 再來他如果拍了這張照片 他可以告訴他自己身邊的朋友 所謂綠裂系帶來的危害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問題 在檢舉的過程當中 你又提到了一件事情 你把所謂的動物保護法這件事情 套在我身上 你說呢 我們在捕捉這個綠西的時候 我們抓到他了 我們等於是他的主人 你拿這個法條去套在我們移除人士身上 這件事情本身就不合理 我捕捉到這些綠裂系到我人道處理 中間這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我等於是他的主人 所以代表我要受刑法責任 那如果我抓了一隻綠裂系 我是移除人士 我捕捉到了 我這30秒對人家拍照檢舉 或農業處就要罰我5萬塊嗎 因為我飼養了 現在不能飼養這數目 所以我說動保團體們 你們的行為我可以理解 那我可以理解什麼 我等一下再解釋給你們聽 就上述的這個部分 你想要去告訴農業處 我違反了這個刑法 這件事情有多不合理 我就不跟你這做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會有動物保護團體 第一 他就是要為了要去 針對動物的福祉 去做出保障 保障所有在台灣或國內的動物 不要受到不法侵害 所以呢 像我們的遊樂園 頑皮世界 樂福村 只要有這個園區裡面有動物的 基本上呢 這些動保團體呢 都會透過他們的方式 去做查看 去做監看 或者是去做查驗 去看看你們到底有沒有 給這些動物不人道的對待 食物給的不夠 水給太少 水太髒 環境太髒亂 這些東西都是會出現 所謂的動保團體裡面 需要去觀察的這些動物福祉 所以這些協會在運作的時候 他們每一年 需要跟政府申請輔助 或申請這些的錢 甚至是他繼續維持協會的運作 他就必須一直去觀察 在台灣裡面的每一個樂園 每一個園區 到底哪些動物有受到傷害 那他如果檢舉成功了 代表這個協會有一個運作 他下一個年度 就可以繼續拿到預算 就是這麼簡單 協會必須要運作 當然他看到J-Bar 我完全是一個火把 令人無奈的是 與其在每一個動物園拍照 派人去查驗查看 不如直接把J-Bar的影片 拿來檢舉影片 是最有效的方法 沒錯吧 因為我直接拿你的影片行為 直接去檢舉 檢舉告發你認為 你虐待動物 我就有機會 可以去檢舉成功 那我的協會 又可以繼續運作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你怎麼會這麼單純的去想到 我直接拿你的影片去檢舉你們 那難道影片當中出現這些人證物證 這些人 你有沒有去問過 你也沒去問 那你發生什麼事 你也不知道 你就直接把這一個影片的內容 全部拿來檢舉一遍 那事實上發生什麼 你完全也不清楚 你也沒有佐證 你只有影片 那你怎麼會天真的去想到 拿別人的影片去檢舉別人呢 在這整則的檢舉中 你還有一個淡數 說喔 這把之前吃蛇的關係如何如何 曾經吃蛇的事情 上過新聞我也非常清楚 所有媒體跟我要影片 希望可以接他們分享 我也都讓他們去用了 我親自授權他們去分享我吃蛇的影片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人 並不知道有這樣子的法律 我也是曾經致意 所以藉由這樣子的影片 讓大家知道 不要隨便的去吃 或去捕捉野生動物 但為什麼最終我沒有被罰款 因為在捕捉這條網警蛇的時候 除了綠列西之外 地主有說過 如果遇到蛇的時候 可以把他抓起來 因為蛇會嚇到他的鴨長的小鴨 所以我們也是有經過授權的 但是因為授權的部分 並沒有在影片當中錄出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出現之後 我們去設計了野保法21條 代為行駛權的委託書 保障以後我們或所有遺俗人士的權利 那檢取的部分到後面 又出現了一條就是說 顯然呢 這一把這個人啊 對遺俗跟對野生動物呢 並沒有所謂的認知 但是我想要說的是 我們在從遺俗開始到現在 我們拍了多少部影片 在講解多麼多的 這個遺俗的重要性 跟遺俗的精神 還有它的原因 結果你在檢舉的部分 你告訴能力處 去把我們台南目前 在遺俗綠列西下 標案撤除 所以 你的檢舉很好笑 這五個檢舉 這全部的內容 讓我啼笑皆非 我也覺得非常的 沒有意義 然後呢 你還去檢舉了我一條 叫做 我們使用網具 我們使用網具啊 去把遺俗綠西包起來 然後呢 違反了 野保法的 叫做 不得使用 不得架設網具 等等等等 我想跟你解釋一下 不知道你懂不懂 法條內的東西 所謂的網具 它是指的是架設的網具 可能是空中的 它架在這個 防止飛鳥 或是架設陷阱的網具 我們拿那個是魚網 好嗎 那個是魚網 就是在撈魚的 甚至你可以想像成 這是在撈蝴蝶的網子 它就單純的是手持的 它不是需要架設的 所以說動保團體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或動保協會 你再把完全不合理的項目 把它寫成一條很像合理的東西 去給懂耶穌去檢舉我 其實檢舉我 我並沒有感到什麼困擋 但是你不覺得你的行為 會讓你整個動保協會的格調降低嗎 你們明明是在關心動物的福祉 結果你們先為了你們 要有運作的績效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成果 你找了影片 看了看之後 就全部的拿去寫成一個投訴書 就想要去檢舉人 所以這樣的行為 讓我認為動保協會 動保團體的數值非常的差 移除人士跟動保團體 本來就存在著衝突 一邊是要保護動物的福利 一邊是要為了農業經濟 它持續去移除 所以這整件事情 兩邊本應該互相的達到共識 害蟲是害蟲 今天如果是老鼠 有人去分解蟑螂 有些人去分解老鼠 分解青蛙 有脊椎動物 你會去檢舉它嗎 不會吧 但為什麼 但你今天湊足了 各種不合理的一個檢舉 去檢舉我 居心何在 還是你認為 移除就移除 拍影片幹什麼 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你這種事情你就做啦 做一做之後 你就不要拍影片 也不會有人怎麼樣 難道 我們做的事情是犯法的嗎 你這種事情去抓就好了啦 你不要拍影片啊 難道 拍影片錯了嗎 還是因為廣告的關係 你覺得我拍影片有收益 我在利用這樣子的生物 所以你感到不滿 那 這件事情有什麼好不滿的 你仔細想想 有哪一件事情 需要做了 有什麼事情 做了 不能讓人家知道了 一定是違法 或者是不為人知的事情 對吧 所以我們私下 補作略業信仰 因為在最短的時間 人道處理 讓它斷氣 跟我在影片上面 我可以雙標嗎 不行吧 我們是不是做事情都得一樣 難道我不拍影片 我就可以慢兩個小時 再給它死 我拍影片 我三四秒內就給它死嗎 所以拍不拍影片 上不上傳 YouTube 都不是重點 而是你覺得 我們這樣子拍攝影片的內容 傳上來 你覺得你不開心 但我認為 上傳這樣子的影片 在這一兩年內 讓大家知道 綠劣西的危害 在這兩年內 我們PO的影片 在台灣社會大眾 讓大家多數人了解的 綠劣西 到底是為了什麼 除了我們的影片以外 有很多前輩也有拍攝過 這樣子的主題 但我相信 在近幾年的新聞折數 是最多的 我抓綠劣西 我不要拍影片 我怎麼樣抓隨便我 那我一拍了就會解決 會覺得很奇怪嗎 搞得好像遺图這件事情 必須偷偷來 必須不讓人家知道 必須讓 必須隱瞞 社會大眾 必須隱瞞所有的人 好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覺得 動保協會動保團體呢 格調數值也非常低的主因 那你會發現 在五月六月 我們的頻道已經 漸漸的 比較少去上傳影片 因為 我認為 我們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補助的綠劣西 已經快3500多隻了 在去年 沒有計算 跟加今年有計算的 我一直以為 這樣子做事 默默的做 影片少一點拍 反正大家都知道了 這樣的議題 大家也知道這樣的危害 我們就 慢慢的去 執行我們的計畫 結果不然 影片比較少出了 也比較少在宣傳這件事情 結果動保團體 動保協會 你還是為了你們協會運作 你必須去檢舉人 結果找我麻煩 所以從七月開始呢 我會回到以前的頻率 我每個禮拜 會發兩部到三部的移除影片 這些移除影片呢 將不會再是只有綠劣西了 我會把我們的 街霸生物距離企業社裡面 所有接待case 不管是 鳥 貓 狗 蜥蜴 各種需要移除的生物 我一樣 會把它做成紀錄 分享給所有人知道說 到底 現在的農民 或現在的家庭 現在的人 民眾遇到什麼困擾 那 農業術為什麼 在很多的狀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處理 礙於人道 礙於 動保團體的監視等等 導致於民眾必須親手處理 或民眾委託我們去做處理 因為你們這一次的檢舉呢 我也決定 我決定 接下來 七月開始 我的影片上成會更為頻繁 很多你們 不想讓人家知道的事情 我會讓大家知道 很多你們覺得 你們私下移除私下抓 私下殺就好了 不用告訴人家 我會讓大家知道 很多民眾遇到什麼困難 那這些事情 絕對都是合法的 在我的人生觀裡面 我不存在的 你不拍片 你就做 你要拍片 你就不要做 這樣子的定義 我自己是不會雙標這件事情 不管他會拍片 我們都沒有違法 所以你要檢舉 你就繼續檢舉 你想要躲在 政府法律保障的背後 保障檢舉人的背後 持續的在那邊 向農業舉 檢舉我這一把 做了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你就盡量去檢舉 你越檢舉 我的影片就會越頻繁 我會讓大家知道 在現今動保團體的 這樣子的壓迫下 導致了整個農產業的危害 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導致整個行車安全 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貓 狗帶來的影響 導致車禍 半生不隨 昏迷 家破人亡 導致產業 雞 鴨 被吃了多少 這些東西 沒有拍片 誰知道 但動保團體 你站在一個檢舉人的背後 協會的背後 持續地再去對政府去施壓 損害的最終是誰 是民眾 是人民 7月份開始 我們會積極地上傳 我們所接到的任何的Case 我們走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兩位 我們會看 一起來 做一重的 我們會想